全球許多地方出現極端高溫 七月三號 全球均溫突破了摄氏十七度 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溫 專家認為 接下來五年 很有可能再次出現高溫記錄 恐怕嚴重影響人類和生物的生存 美國國家環境預測中心 在這個週一公布全球均溫 達攝氏十七點零一度 打破二零一六年的記錄 創下有氣象記錄以來最高溫 儘管南極州目前是冬季 烏克蘭位於阿根廷群島的南極研究站 仍測得八點七度異常高溫 是歷年七月最高記錄 近期全球各地不時傳出熱浪來襲 受到熱蓋效應影響 美國西南部地區已連續 數星期被高溫籠罩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一度飆迫四十六度 德州南部也達到四十八度 不斷刷新記錄 地中海地區四月就提早出現熱浪 北非氣溫已接近五十度 亞洲地區中國持續承受三十五度炎熱天氣 六月在印度北方邦許多民眾受不住四十五度酷暑 熱死事件頻傳 中暑患者擠滿醫院 歐洲地區英國六月均溫十五點八度 是一百四十年來最高溫 全國有七十二個區域打破紀錄 即去年破四十度熱浪 上個月每日最高溫來到三十二點二度 聖陰現象發生時赤道東太平洋海水會異常增溫 導致不同地區發生乾旱或大雨 專家指出氣候變遷加劇的聖陰現象 恐嚴重影響人類和生物的存活 公視新聞兩元編譯